嗯 枪枪三人行 咱们这个有马先生 你是龙马精神 是给大家这么拜年 哎 另外呢 还有咱们这个请来一位香港财主啊 哈哈 不是香港名人 施永青先生 我觉得很传奇 很传奇 很这个呃 地产界的成功人士 而且现在又办报纸 到我们媒体界来了 而且还能讲老子 而且呢 还能把老子讲成是马克思的学生 哈哈哈哈 所以很有意思 还有还有一个身份哈 施先生是慈善家 他是做房地产嘛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事业 房地产代理 不是做开发商 小代理 嗯 然后他把他其中拥有的股份是吗 我没理解错哈 放在一个慈善基金 在中国大陆完全做很多慈善工作 他意思是说 只留一小部分给老婆小孩就够了 不要宠坏他们 我觉得这种精神非常 是跟美国人差不多嘛 其实也是一个很自言的选择 当你过人的需要 已经足够之后 嗯 你再要这么多钱 没有用的嘛 所以你怎么样去显示你的价值呢 可能不是在个人身上去体验 要到他者身上去体验嘛 到他者身上去体验呢 就会无限延展 你用在自己身上 你吃两碗饭就够 你难道吃七碗吗 没有用的 个人销售不了啊 但是儿子也这么想嘛 儿子 我说你是一个独立的人嘛 嗯 如果我把我的事业流传给你 一个是摸得了你自己发展的机会 你不一定喜欢做我的商业的嘛 是 有些工有些老板 一定要儿子去承接他的商业 事业 那他就没有选择了嘛 嗯 另外 如果他儿子不承接你的生意 不承接你的事业 只是承接你的钱就怎么样 我现在呢 第一个我把管理权跟拥有权分开 啊 拥有权我是放在一个慈善基金里面 就是公司占了钱拍的骨鞋 只能够用在慈善事业上 嗯 他们已经没没有分的机会了 啊 儿子不能跟灾年纪抢了 但是 呃 管理权呢 公司的管理权 我不能够 只是找接班人 只是从我的有血缘关系的人里面去找 因为爽子太小了 我只是三个儿女 啊 他们不一定有这个能力嘛 啊 如果你在公司里面 在社会里面找接班人 你找到对头的接班人的机会 就大大的提升 那我的事业就可以延足下去嘛 这个 我觉得中国人呢 能够想到这一步啊 其实是挺难 现在咱们平常这么说啊 嗯 觉得好像是很好 可是我也想过 当然我没有您这样的这个财富啊 如果我有啊 我觉得真的是很难 但是其实 哎 儿子就自己创办的这个事业啊 将来就是外人的了 呃 你比如说我能理解说 你找个职业经理 管理是外人 但是我说我把我的股份放在一个慈善基金 但是这个慈善基金还是我个人的慈善基金 好像Bill Gay说把他的财富捐了 他不是捐给联合国 捐给红十字会 他只是捐给自己控制的基金 这个是中国政府要好好学习的 现在内地的富豪 为什么不愿意把钱捐出去呢 你不允许他成立自己的慈善基金嘛 你要他捐给清机会 那他把他的公司也捐给了清机会 那他医生的努力都没了 没有没有大前提是说假如你捐出去 那个机构是可信的 他还可以考虑哈 嗯 因为你说到底你成立的慈善基金 还是想做善事嘛 嗯 问题是你去控制 还是别人来控制 假如你捐给一个另外一个机构 原来他用部分的钱来买个什么车 给了什么美不美的女孩子 对对对对 那就很麻烦嘛 而且我觉得说施先生啊 永青兄啊 是说传奇人物除了说 他很多话说得出做得到哈 变成香港的一些大家都 挂在嘴边的神话哈 比方说他无为而至 他管理他那么大的企业 我记得有一次你这样说的 你说我的下属啊 来跟问他哎老板 我现在要开分店 在哪个区 香港比方说旺角区 来看开分店 应该开多小家什么 那施先生的说 我给你两个字 乱开 哈哈哈 你乱开 对对对 你看不用我说的 你到香港 就是在内地你也可以看 我们的分行啊 我说乱开 乱开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这里开间 对面马路开一间 旁边又开一间 嗯 我刚开始发展的时候 我们公司也有些人 什么读MBA啊 怎么回来 还要叫我 他说你应该是根据 人口的分布啊 年龄啊 盘口有多小啊 去研究这里可以开多小家 这个 我说你把市墙看成都是你的市墙吗 嗯 你根本算来也没有用 我说这里有一个空位 你不开 行家也来开吗 好 所以啊他你说这种无为而至啊 我在一些这个成功的老板身上 常常见到这一点 我觉得啊 你像我们这个老板 也擦擦我们老板的鞋啊 这个我们这个老板 我觉得很著名的就是能做到这一点 我就经常在说啊 我说有两种这个领导者 有一种领导者啊 他是要让所有的下属啊 来证明他是聪明的 嗯 是吧 你们这样你们这样 而最后证明我是聪明的 但像我们老板这种人呢 我就发现啊 他是给你每一个人一个机会 让你自己去证明啊 你是聪明的 嗯 你这个主意对 所以这个我觉得老子之学啊 嗯 这个搞管理的人得琢磨琢磨 中国啊 人这么拥挤啊 我觉得很多事情 工作越做越差哈 嗯 不见得是因为做少了 而是因为在每个环节上的人呢 有时候啊 也太拿自己当回事 嗯 所以说做加法还是做减法 嗯 像我知道 像在在在大陆 香港人可能职业一些哈 我觉得在内地啊 有些时候管理当中的一些制色问题 反而是什么呢 他有些人到这拿一份工作哈 或者当一个领导啊 他是找感觉来的 甚至他是要实现个人价值的 你明白吗 所以他会觉得我坐这个位子 我如果没点意见 我如果不干点什么 那我来干什么 怎么能体现我呢 可是文涛这样说来也没有不对啊 他你可以从一个角度来看说 这样他才有动力 他要去想 要创建 关键在于说 你有要体现个人价值的时候 没有一套程序把你绑住 那就非常可怕 嗯 香港我觉得也有嘛 每个老板上师 也想去体现他的价值 嗯 包括施先生说无为而至 这个也是他的信念嘛 他相信的东西 可是还是有一套程序啊 对不对 像你的公司上市 还有我上市的 你没上市啊 你那样不上市 你为什么不上市 我们现在都时髦上市呢 呃上市 呃 一个呢 我看到很多上市 嗯 的公司都是骗钱嘛 我还没有人落到要骗钱啊 我们叫圈钱啊 啊 因为为什么呢 我认为赚钱应该赚市场的钱 嗯 赚客户的钱 不是赚小股东的钱呢 有些公司只能够赚小股东的钱啊 所以要不说人家慈善主席呢 嗯 这种公司呢 不抢酒的 嗯 因为你是赚小股东的钱嘛 呃 小股东 刚开始给你 呃 骗了上当了 以后就不来 你看上市公司 香港多小家上市公司 大部分就是上市的头两年 嗯 你还知道他 现在成交又小 人也不知道做什么商业 这笔账 那上来干啥 真的是 这笔账啊 我最近才弄清楚 我完全不懂这些 过去我才知道有些人啊 他完全是黑心 其实就是 呃 一发现股票 我原来总在担心哈 我说现在那么多 一上市就跌破招股价的 那有什么好处呢 后来他们告诉我啊 那发股票的人 他确实急剧了钱呢 嗯 你们跌了是你们跌了呀 对吗 所以 所以赚钱 公司上市的 很多都是假办赚钱的 嗯 办赚钱很容易的 只要你愿意交税 你就可以告诉人家我赚了多少钱 哦 啊 比如香港你叫百分之十七啊 把它算成百分之二十 你叫两千万的税 你就可以说我占了一个一 你占了一个一 批一十倍 就可以变成十个一 啊 所以你就变成了两千万变十个一 啊 那你拿了百分之二十五啊 也有两亿五啊 听到了吗 这个龙年的成功人士 去教大家今天该怎么玩 可能我们的钱是这么亏的 哈哈哈 枪枪三远行 广告之后见 接客人 一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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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兴先生跟咱们境界不同 人家已经到了这个还富于民的阶段 是吧 所以说着这个还富于民 我们这个大家有一个问题很关心 先请您看看几张照片 我不知道你们企业是不是也有年会 是吧 也参加 现在有的公司年会抽奖 抽迟到券 有的人抽多了 一年可以迟到三十次 就别这个 然后你看 那这就等于民使金牌 你看下边 有的公司是发苹果 你再看上边 有的公司真的是一人一台苹果 这就是你算年终颁大奖 然后你再看下边 这是发钱的 一摸以为是一万块钱 一打开都是一角组成的 在这看下面 你瞧 这半年会 大陆有的公司半年会 请来空姐 苍景空 施先生可能您不认识苍景空是谁 我不知道 苍景空 他是我们的偶像 从日本 现在苍景空在中国赚钱 你看公司管理层纷纷跟苍景空 日本AV的一个人 在大陆现在成明星了 苍景空参加公司年会 我们也有请一些明星来唱歌 有些男的有些女的也不是 他就请来为了不是唱歌 为了拥抱 我们每个高层给你抱一下 我刚才东北回来了 东北的年会 我们同时都很热情的 都喜欢拥抱的 由拥抱来表示 物相支持 物相努力 所以每个地方的年终晚会不一样 我记得我以前在台湾工作的时候 我个人觉得不太舒服的 是什么呢 年终晚会是那个 请了人来跳脱衣舞 台湾是有这个习惯 你家里有人去世了 你出病 也请人来跳脱衣舞 然后大大小小男女老校都坐在那边看 然后我们年终晚会 我们企业在一个出版社 也是跳脱衣舞 跳脱衣舞不仅 还要抓你们的那个什么 什么小主管什么上去 也是长坡的拥抱 我觉得那个是惩罚吧 这个不是年终奖金 不是好处 我今年也参加我们公司一个年会 挺火爆的 我以前没有参加过我们香港公司的 这个年会 他们给我评了一个什么奖 说我是年年度的主持人 什么模范 劳动模范 我一捏这个信封 我值的是一万块钱 好像说不少吧 但是接下来年会上发生的事 让我这个奖金贬值了 我们这有个主持人叫董家耀 我发现真厉害 你知道在我们这个公司年会上 有一种现象叫打土豪 我还头一回见着 就是反正大家也喝多了 管理层老板们都在下边 本来今年的奖金都发完了 该给什么奖都完了 突然上去一个人 当场叫震 就说这么点钱怎么能打发人呢 是吧 这个经理你住多少 那个你住多少 你知道前半截啊 这个有的经理啊 以为是开玩笑 开玩笑呢 所以就瞎说 比如说啊 我拿出一万 然后这个台长就多少 这台长拿比了个六 好 六万 他都以为是开玩笑 最后呢 人事部的看这个局面闹大了 就跑去问老板 说老板 今年可不可以打土豪 老板想了想 可以 我一看那个经理 那个笑啊 一下就僵了 就这样了 打土豪 这是把它当真的 六万就要付六万 就最后就变真的了 本来是开玩笑 到最后老板一拍板 最后就给这个董家耀 当场弄下六十万 哇 我的天 就是现场抽六十个员工 一人一万 一人一万 好几万 所以一下这个气氛呢 就爆棚了 那那是土豪之后怎么样 第二天都不来上班了 被老婆打的可能是 那第二天到你们公司的会计部 来借钱 老板先给我借两个月的薪水 你知道 我说这个钱 但是我到了内地 我跟这个有的电视台的同行啊 我一讲 他们的这个表情就让我知道啊 凤凰发的这个年终奖啊 是象征性的 是精神性的 他们的那个是真金白银的 十几万 几十万 我真是觉得 他而且现在有流传 你像说是一气大众 年终奖发了27个月的工资 可是他不是每一个员工吧 他占大钱 就是国家的时候 文宇宙 另外就是他 是不是平均发给所有的人 我们公司呢 也有发红的 但是我们的发红呢 不是老板定 老板是指定了游戏柜子 因为以前我打工的时候呢 老板发发红呢 是叫你进去的 他把支票簿放在台头 写一部写之间 问你一些问题 要你讲讲公司的情况啊 讲讲同事的情况啊 想听听你答的小报告啊 他才写 好像是他给你的 是他有 他要表现自己的 这个决策权 判断你的生死 起码我可以 加多一个零 还是减少一个零 但是这不是在打响 打响给你 但是我们公司呢 我是废了管理层的武功 我不允许他们 去决定谁多谁小 那谁决定呢 我们有一个规矩 先呢 先说大的 我们公司叫三三志 就是公司的盈利 三分之一 给出钱的股东 三分之一 给出力的员工 三分之一 拿来再发展 所以员工拿多少 一早定好 财务部可以算出来的 怎么算法 都可以告诉员工 公开的 员工知道 拿多少出来分 那怎么样分呢 我说按照工资来分 不要平分 因为以前呢 都要上街又平 同事又平 平完了都不开心 我说拿钱出来分 应该大家开开心心 平时每一个人 都有自己主观的判断 所以打得不开心 我说就拿你的工资 工资是你接受的 你接受公司也接受 同事也接受 否则他应走了嘛 所以就按照公司的比例 你个人的工资 他工资高 他拿的也高 全公司的工资做分母 你个人的工资做分子 就乘上 这个发行理 施先生 他不是加重了贫富差距吗 按照工资啊 他不是贫富差距更严重 如果给老板分 给上司分 一定是高解的 分的更多 我也是高解的分的多 我是 普通员工 一算 中程管理 一点五算 高层的 两算 但是起码是 已经大家认同的工资 你上班之前 我就告诉你 我们怎么分法 不是做完了才分嘛 做之前就知道嘛 大家都同意 施先生 第一个是说 因为你们做地产的 所谓工资 有两部分嘛 基本工资 另外用金分的 没有这个利润分的 所以当你说 按照他的收入薪水 来分的时候 等于是按照等级了嘛 因为他的工资 跟等级挂钩的 对 等于是说 什么等级 就分多少 什么等级分多少 但是起码是 按照你自己的工资 来做准嘛 不是人家给你评分嘛 对对对 基本上就是 咱们以后政府 也应该这样嘛 公开透明 是吧 枪枪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东风日产 人车生活 联肃 保住全国人民 新人向上 所以发钱也会发 有时候发钱 发的不高兴 对 因为我们看到 很多公司 很多机构 都按照所谓 他们本来是说 掌励里嘛 你做得好 我才给你多一点的钱 可是谁来决定 你做得好了 你的老板 你的上司 上司又有上司 一个一个 到最后发出来的钱 像刚永青先生说的 没有人高兴 没有半个人高兴 而且反而 种种的仇恨 怨恨 猜疑 嫉妒 就在那个里面 拿了钱 完全不高兴 所以我要打破 这个也花了很多时间 我说不要评分了 人事部 第一个出来反对 他说你不科学啊 你应该 你认为领导 评分不好 你还可以有一套 科学的方法 下属可以评 同辈的也可以评 哇 搞得很复杂 搞了之后一样不开心 我为了反对他 我用什么方法呢 本来我们是年终奖金 我说以后一个基督犯一次 那人事部给我搞死了 每一个基督徒要搞一次 他就很辛苦了 那时候不搞算了 所以我把这个东西弄掉了 所以以后很简单 一算就算出来 也没有人查 那很奇怪 你是老板 你一句话我不搞 那人事部还能给你 当然我们公司的特色就是 老板说的是意见 不是指令 他们可以根据他们的选择去做 这就是无畏而至 这无畏而至 但是因为我给你选择 所以你教我的去做做的不好 也是你的问题 因为你耍的不是我命令你做的吗 对 所以我一定要下面的人负责的 其实我觉得最聪明的老板呢 他知道让你自由 因为人一自由啊 就知道自由是要有责任的 对 对吧 你变成这种良性循环呢 老板就能经常上上节目什么 可是也要看你是什么样的员工 坦白讲 我在两岸三地都当过员工 当过上师 我感觉不仅是 在大陆没有 我说的是美国台湾跟香港 完全差别很大 在美国是讲道理不讲权力 台湾讲权力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曲江楼贯文明启示录